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今天現身演講 高齡92歲還是中氣十足 他再度解密了台灣優勢 時不時和台下互動甚至不靠拐杖 也能走到簡報中央比手畫腳 讓演說更生動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即使高齡92歲 依舊中氣十足 全程英文大談台灣 晶片製造優勢 只要是先進晶片 全球有高達9成都來自台灣台積電 張忠謀點出 重中之重就是人才 不只台積電每年離職率4%到5% 對比美國15%到20%少了不少 台灣人願意在無城市環境工作 18到22歲上大學比例也最高 超通方便也是關鍵之一 張忠謀說台積電廠區都能坐高鐵連結 員工可以週一到五住宿舍 週末回家通勤 換坐在美國可就行不通 另外還有完整的產業聚落 人才交通生態系才造就台灣晶片製造的領導地位 如今全球地緣政治家具 也讓張忠謀大喊 台灣一定要全力捍衛 東森財經新聞 客黃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